不者入行那么多年,身边很多朋友无论租楼,买楼,卖楼等等,都会打来问下意见,不者一般都会说几句,心情好还会详细解答,不过呢,近排有位朋友就租楼问题打来问意见,不者都不知怎么回答他好,是那么的,这位朋友本身和女朋友租着旺角一个小单位住。 租金好抵,一房不市一万元,不过,他就听隔离屋讲,同一个业主,今年年头加租加超过两成,由九千几家到万二,朋友当然很担心,讲真,这个社会真是很多月光族,如果真是加二千几元租,都挺大压力下,于是乎,女朋友就很担心,有次和家企人聊计时讲起这件事,原意都是发誓下,都无打算有什么回音。 谁知过了几个星期,女朋友个爸爸忽然间问他几前租,几时到期等等问题,还说在荃湾山上面一个屋苑有个三百多尺单位可以租给他。 说住在老豆的单位不怕加租,返到家企两小口子商量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好。 一方面两人都在港岛上班,住旺角有巴士直达,半个钟多少少就返到,但如果搬去荃湾,要搭三程车,车钱多一倍,一日还要用多一粒钟搭车。 另外旺角要什么有什么,吃的买的大把选择,但荃湾个单位因为在山上,只会有少量生活配套提供,方便程度根本无得比。 而重点当然是租金,以荃湾个单位市值租金计,应该就跟旺角个单位加租后差不多,但两年后旺角个单位必定会再加租,之后就是每两年加一次租。 而Uncle的单位呢?虽然现时口讲话不使怕加租,但是不是真的不加,无人知,又或者可以多久不加呢,又讲不完。 但是少数怕长计,如果几年不加租都真是省不少,另外就是单位状况,虽然两边都是三十几年流,朋友现时住着个单位是几好, 但就位于顶楼,好天时间屋热到飞起,落大雨又怕漏水,天花位已经有些小裂痕,移传弯个单位,虽然都旧旧地,但屋苑早几年做完翻身,都不错,加上是自己人的物业, 有什么维修都好办事,朋友问不者,平衡以上各样优点缺点,应该搬定不搬,但今次不者真是不知道怎么给意见,大家又怎么看呢?